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老庄漫游跟漫谈 以后会很慢 那场景也太多了 不过因为每一天都在换 然后我们会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 不过这个国家对一般的人来讲 他也感觉到非常的熟 但是他的方向又跟我们颠倒 有点跟纽西兰刚好就在对面 就是澳洲了 所以澳洲算是最小的州的国家 但是他的国家算是蛮大人口 跟我们台湾一样 那今天我们就找到珊珊 因为她最近也是刚从澳洲回来 所以带给我们一些新的东西 尤其在去年 因为她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还没有到 不过她去年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兴奋 因为她回来说 哇真的是漂亮的不得了 那个地方是在雪宜 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珊珊 给我们一个更多的一个资讯 珊珊 今天要讲 首先我想先跟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有那个冬奥九天 那冬奥九天它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行程 它有去布里斯本跟黄金海岸 然后再到雪梨跟墨尔本 那它完完整整的 玩了整个澳洲 行程九天其实不多也不少 那该玩的重点我们都有去到 像是布里斯班我们会去黄金海岸 然后会去农庄 澳洲最有名的就是农庄 因为它是一个畜牧业大国嘛 然后再到雪梨 雪梨我们会去那个阮山国家公园 那阮山国家公园呢 其实我们看照片就可以感觉出来它的那个震撼 因为它其实还蛮像一个美国大峡谷的感觉 我自己觉得它是澳洲版的大峡谷 这个小的啦 小的峡谷 不算太大 但是现场看真的蛮漂亮的 然后我们再去那个墨尔本 那墨尔本呢 我们会去看那个小企鹅龟巢 因为小企鹅龟巢 这种企鹅其实是只有在 有像一个澳洲才有的 那它非常非常的可爱 然后这三个城市呢 我们一四九天的行程 可以感觉到这三个城市不同的风情 不同的特色 那天气上也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那去澳洲玩呢 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优点就是 它不太会有季节性 像是如果说去纽西安的话 它的冬天 就我们夏天七月过去是它的冬天 那其实天气是有一点点冷的 有可能会下雪或是下雨 那有时候遇到比较不好的天气的话 这样玩也是蛮辛苦的 那澳洲其实不算是一个 有季节性的国家 就是你要去玩不太需要 还有一些太极端的气候 你七月去玩也没有关系 因为它的冬天 就蛮像台湾的冬天 它不会说就是下大雪啊 暴风雪之类的 都不太会 那它也没有什么地震 因为它就是一块大陆 它不会有地震 也不会有龙卷风 这些可怕的天气都不太会有 所以不管说你是夏天去 冬天去都很OK 那看的东西呢 也是一样 都不会因为哪一个季节去 然后没有办法去那一个景点这样子 那还有另外一个优点 我觉得很好的是它 安全度非常的高 因为没有什么恐怖攻击啊 还是什么恐怖分子 其实也不太会有 所以它的安全度跟干净 我觉得都是很OK的 像是你去澳洲 他的人其实也还是 还算蛮友善的 不太会说因为你是观光客 还是什么 就是对你态度比较差啊 之类的都不太会有 如果你说你 有什么需要帮助 请当地人帮忙 他们也都是很可以帮你的忙 所以这是山山呢 它个人的一个好的一个感觉 因为在行程里边呢 其实呢 我们都偏重呢 在所谓的澳洲的一个东边澳 我们讲叫东澳 其实应该变成叫东南澳 但是呢 因为东南澳 其实它的这个长度呢 或是呢 风雨速也蛮长的 不要以为说墨尔本呢 到雪里啊 它还是可以搭飞机的 还可以开车的 那开车呢 中间还是要停一下 不过呢 中间的停点 现在已经比较少 有时候会到卡佩拉 那不过呢 在这次的这个行程里边呢 它比较特殊的一个重点 因为珊珊她认为呢 这个点呢 值得呢 让各位呢 一再去参观 因为它每年都不一样 但是呢 日系呢 还是有一个所谓的限定啦 刚好呢 就是在一个颠倒的这个情况 应该今年是在五月或六月吧 这个所谓的雪梨的灯光节 对 那上次你去那个灯光节呢 觉得怎么样 嗯 雪梨的灯光节呢 其实我觉得澳洲 它最大的优点是 它有很多的活动 可能有些人对澳洲 比较不了解 也会觉得它是一个没有 历史没有很长 没有文化的 比较没有文化的国家 但其实它不会 它的 它很注重一些户外运动 或是一些节庆 那最近最有名的 我觉得可以完全比美 雪梨最有名的跨年烟火的 就是它的灯光节 因为雪梨的那个 观光 新台湾的四周的观光局 他们觉得就是五六月嘛 五六月就是冬天 算是淡季 对 比较像是旅游的淡季 那大家可能会想说 啊雪梨好冷喔 我不想去玩 其实不太会 它为了鼓励观光游客来 就是即是冬天 也要来那个雪梨玩 它举办了一个这样子的观光节 那灯光节 那灯光节呢 它不是只有一天两天 为期大概两个多礼拜的时间 今年 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开始吧 它就延长了到三个礼拜 因为它的观光客越来越多 它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那它已经举办了九年的那个 灯光节 对 九年的灯光节 那你上次呢 就是去年了 应该是去年 因为今年还没有到嘛 那是不是有些照片啊 或是那些影片 能够分享给我们呢 稍微看一下 因为呢 在整个捷径里面 刚刚 珊珊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一般呢 如果我们在做那个捷径的话呢 那个时间呢 最好能够拉到一个礼拜 甚至呢 我觉得认为应该是在两个礼拜比较好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在这么长的时间呢 你才能够呢 让这些游客 或是呢 带国会的游客呢 来到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长时间 时间呢 如果太短的话呢 根本大家有时候来不及 所以呢 刚刚有提到呢 雪鱼的这个灯光节呢 就有长达呢 大概十三个礼拜的时间 那时间呢 是大概在五月份 所以如果呢 有那种机会的话 其实呢 去看一下呢 应该也不错了 你看呢 从这个照片来 其实从照片就可以看得出来 雪鱼的灯光节啊 它是在那个建筑物上 打了很多的投影灯 灯光 那它的灯光很立体 它不会说因为是户外 然后它的灯光会有一点暗 模糊 模糊 好像非常的亮 它的颜色其实是非常够的 那你现场看 你会觉得很逼真 尤其是它会在它们很多的建筑物上 打上不同的动画 那你会觉得 哇 这建筑物好像真的在动 就觉得很漂亮 那其实它不是只有 单单一些建筑物而已 它是整个市区的城市 都会打上不同颜色的灯光 像是一些商业大楼啊 它都会配合这个灯光节 那一旦入夜之后 它就会打上很多颜色的光 那有一些特别 比如说像是雪梨哥剧院 或是海关大楼 都会有那样子的灯光 所以你看 每一个节庆 它都有一个节庆的一个特点 如果 让各位去选择这个节庆的话 那应该就是找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时间 因为这个时间里面 并不是有任何的所谓的一个节制 因为像这个灯光节的话 大家应该想象的就是要晚上 因为晚上才能看到这么美的灯光 那所以变成你白天可以做一个观光的活动 那你在晚上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做一个很休闲 甚至很excited 这个叫刺激嘛 那刚刚珊珊提到呢 说这个灯光节呢 不是只有在建筑物啊 还有在它的所有的景点 像是雪梨歌剧院啊 还是圣玛丽大教堂 还有很漂亮的雪梨大学 跟海关大楼 这些都是有 它会打上 比如说一段一段时间的动画 那动画呢 它可能每一年都有不同的主题性 像是海关大楼上面 它大概是半个小时就轮播一次 那现场看 它是一直在重复播放 不会说今天一定要吃一点到才可以看的那个动画 其实是不会的 它是整个一直到入夜 都会不停的重复播放 那还有雪梨歌剧院 因为它会每一年都会邀请很多澳洲当地的艺术家 那以不同的主题去创作这些不同的动画 尤其是很有澳洲特色的东西 像是一些原住民的那个元素啊 全部把它融合在一起 那除了这些呢 它还有很漂亮的就是那个 达令港的那个水舞秀 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水舞秀 那它会有那个 放一些 当然还有它有那个喷水的那个水舞嘛 还有那个 烟火跟雷射 加上 它在雷射那个水舞上面打上那个 投影的动画 那动画之外呢 还会有声音 所以它结合了音乐跟艺术还有创意 全部三种结合在一起 就会有那个 让你看到很漂亮的景色 所以刚刚有提到呢 就在达令港 它那是一个达令 达令厚坡 然后呢 刚刚又在这个照片上有看到呢 所谓的雪梨的科技院 如果呢 你在白天呢 看那个雪梨科技院呢 是好像呢 这个所谓的风湾船或是那个贝壳 是白白的 但是呢 你看呢 在晚上呢 看到呢 这种灯光的这个照射下呢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那后边呢 这个图里边呢 其实呢 就是它的那个港湾大桥 所以你看呢 雪梨的所谓的灯光秀呢 跟我们想象中呢 有一点不一样了 那莎莎呢 如果你用比较的话呢 那这种灯光秀呢 你值不值得呢 在这个雪梨都待一个晚上 我觉得 雪梨的灯光秀超级值得 因为 它不会因为说 今天是跨年 或是 那个夏天开始 它就会 价钱比较高 团配比较高 其实不会 因为这就失去它原本的佣因 它就是要提振它 冬季的观光 那 它一样是平常淡季的价格 我们就可以去欣赏到 这么好的灯光节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值得去 跟那个 那个什么 跨年烟火比起来 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 因为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去欣赏这些东西 不是像跨年烟火 大概只有 几分钟 几分钟 对 它是几分钟 而且呢 光是你要进到它 所谓的 就那个战斗的位置 就已经呢 让你伤透了脑筋 对不对 一个几嘛 然后呢 人又多 然后再等待那一刹那 然后结束了 没了 但是呢 灯光秀呢 好像呢 它那个时间呢 比如说三个礼拜 那应该够了 就是呢 一个晚上足的时间呢 应该可以在雪林的这个次序呢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才对 像我们的行程里面就有安排 我们特别赠送了两个小时的夜游 然后你可以去走那个环兴码头跟达令岗 你自己亲身下去走 因为它整个港湾都会有很多不同的装置艺术 那装置艺术不会说只有就放在那边 你去跟它合照这样 它有些是有互动性的 像我觉得有一个很可爱的就是它在环兴码头那里有一个爱心的那个装置艺术 一个很大的灯 让你可以进去说一些你想说的话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 有没有照片啦 照片 因为照片的话可能看的算是一个爱心 我觉得要当你一定要自己去那边去那边去那边 所以旅游就是说有时候听一听的真的很想去 但是你说去的感觉上其实就是一个叫清零 我们一直提到旅游就是你要走到那个地方 所以你看这雪梨的灯光秀这么的漂亮 但是如果你没有用本身的一个感觉的话 其实你很难去看到真正的所谓的美 那离开了雪梨以后你其实呢 到了南部就是到墨尔本嘛 那墨尔本会不会很冷啊 你上去的时候 墨尔本如果以七月来说可能会稍微有一点一点一点冷 它均匀大概是四到十岁多 还好吧 这个都还好 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比较冷一点 但其实基本上还好 就跟台湾的寒流差不多而已 因为墨尔本它比较偏南部啦 但是比较古顶我们来讲 这个雪梨就好像比较西化 比较现代化 但是呢 墨尔本就看起来就很像英国一样 所以叫古典化 但是呢 墨尔本呢 因为在南部呢 可能在天后上呢 我们会觉得说 哇是不是很冷啊 但是呢 在整个气候的这个所谓的平定里边呢 其实墨尔本呢 是蛮适合人居住的一个城市啊 那因为墨尔本呢 它的温度够 所以其实呢 在墨尔本呢 它有蛮多的所谓的景点 包括呢 刚刚有提到呢 一个叫做小气候 那其实小气候呢 它又不能在很很热的地方 所以 墨尔本刚好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店 那到墨尔本有看什么东西啊 墨尔本呢 我觉得 像是我们城南酒店的行程 就有安排两天在墨尔本 一天是市区 包括去体验它 墨尔本整个 因为墨尔本的市区呢 它有很多以前的古典建筑 和它的 比较新颖的一些 现代的建筑物 那你会觉得两种建筑物放在一起 就是会觉得感觉很不一样 怎么这个这么新 然后这个这么古典 你可以去感受那个新 新旧的一个融合 对一个充足的感觉 现在欧洲、欧美就 新旧的把它融在一起 对 像这一个车站 就是要做福林德斯车站 这个算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拍照的点 那 它这个车站呢 我们当地人 他们只要约见面 就会约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 我们到时候在大中下等 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拍照很好看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它阳光打下来 它整个背景是黄的 就是整个灯光是 无论你怎么拍都很好看的 然后它的对面就是 它的对面就是那个 联邦广场 联邦广场呢 它算是一个 比较现代化的建筑物 那它会有很多 那个 那个什么 一些Bar 或是 或是那个 咖啡厅啊 或是美术馆啊 或是叫做博物馆 然后加上它附近 好像还有这个Casino 所以变成了新旧的东西 在木耳本 它是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 各位就不要有想象 刚刚我们提到的 木耳本好像比较古典 其实呢 它在从古典中突破 是用到这种新的建筑物 对 而且呢 我们在木耳本啊 不只 因为木耳本它算是一个美食跟咖啡的都市 它很讲究生活品质 但它已经连续很多年都已经得到 最适合的人 最适合的人 居住的 十大城市之一 真的 只要去过就可以感觉到 为什么这个地方 特别适合居住 因为它的城市不会太紧凑 然后也不会说 城市很脏乱 完全不会 又加上它的温度也比较偏低 不会像北边的像比如说布里斯班啊 或是黄金海南很热 所以你看它凉凉的气候里边 再加上它又比较偏俗英式的那种古典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城市怎么样 很美 而且很舒服 那当然又加上 在澳洲它有很多外来的移民 所以它有不同的 包括希腊啦 意大利啦 甚至包括这些华人啊 或是东南亚的这些移民 当然 吃了就会很传统 也很道地 所以你看 刚刚珊珊说 那个地方吃的怎么样 那个地方吃的东西 真的 哇 很高吃 这些就是 我们特别安排一个西式的龙虾餐 那这个龙虾超级大 比我的脸还要大吃 那 它呢 有龙虾 因为澳洲它其实受到英国影响蛮重的 所以 米汁饭它一定会有咖啡跟茶 那它的咖啡几乎都很好喝 这个是有加一点起司啊 这个龙虾上面有加很厚的起司 所以喜欢吃起司 一定要来 试试看这个龙虾 所以这个不是中式的 这个是西式的龙虾 而且是一整只的 所以全的 哎呀 这个珊珊你真的是会挑 这个吃了会不会胖啊 有一点点 可是出来玩就是要这样吗 对叫静心啊 所以呢 你吃那就赶快吃 因为呢 出国呢就是 玩没有玩过的 看没有看过的 吃没有吃过的 所以呢 尽量呢 就在这一趟的行程里面呢 能够吃就尽量吃到你看没有吃过的那种西式的 那这里呢 而且你吃了一定要配美景 这个就是碑粒福岛上一个还蛮不错的 你一定要预定这家餐厅才会开哦 他这个是 只要那个知道的美食人都会知道这家餐厅 那我们除了安排龙虾 我们还会配上酒 因为墨本人他们很注重生活品质 他们也很爱葡萄酒 那澳洲是一个非常适合种植葡萄的 对因为在墨本的附近啊 那边有个莫泪河呢 他那个就是一个酒区啊 所以呢来这边呢 当然要配一点所谓的红酒啦 或是白酒也好 不过呢 刚刚提到那个菲利浦岛 什么是菲利浦岛啊 菲利浦岛呢 就是在墨本市区往南一点走 大概两个小时收成的地方 那它是一个岛 那这个岛为什么要去呢 因为它有很可爱的小企鹅龟巢 那小企鹅龟巢是什么呢 就是我前面有说到 只有扭澳地区才有的小企鹅 它的高度大概只有30公分 那30公分大概到你的膝盖下面一点而已吧 你可以在那个企鹅保护区的地方 等小企鹅晚上 它因为白酒出去捕鱼嘛 捕鱼弯回来之后 它们是成群一群一群的上岸 那我们在企鹅保护区 可以非常近距离的看到这个企鹅 它真的超级可爱 我不管去看几次都觉得 它很像很小的小朋友这样子走 然后你会觉得毫不争执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人 对 那个小企鹅呢 有时候我们称呼呢 叫做神仙企鹅 有时候呢 称呼呢 叫做蓝企鹅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它的那个羽毛啊 它那个背的羽毛呢 是蓝色的 那这些企鹅呢 在每一天的早上呢 都会往海外走 就是说呢 它的夫妻呢 在下了蛋以后呢 在富裕的时候呢 有轮流呢 要往外呢 去觅食 然后呢 把这个所谓的食物呢 咬回来以后呢 然后来喂食小企鹅 所以呢 晚上的时候 就是在太阳呢 要下山的时候呢 就是要归草的时候 所以变成呢 你晚上呢 要到菲利浦岛去看什么 这一堆的小企鹅 龟草 对 小企鹅龟草 不会是说 我们看图片上 就只有大概是十来只 它每一天是上百只的企鹅龟草 那那个保护中心 它们每一天都会计算 今天回来的企鹅有几只 你可以今天企鹅 可以看到昨天回来 大概有五百多只 六百多张 或者很多只企鹅 然后我们在岸边等它们回来 它们就像一群一群 那你会看到它们 就被浪冲上岸 就被浪冲到那个岸上 然后会翻倒 那翻倒之后 很可爱 如果有一只翻倒 大家会一起 再回去海里 等大家 等那一只翻倒的 带好了之后 再一起回来 因为它那个翻倒 它们是以为受到攻击 所以吓得呢 赶快要回到海里 那这些企鹅呢 它又分不同的组 族群回来以后呢 它还要排队 然后呢 回到它们自己的 那个所谓的窝里边 那因为呢 晚上嘛 有时候呢 回到窝的时候呢 会走错 会迷路 所以很多的小器人 会站在那个十字路 等下一批的这个器人 带着它们呢 走到它的家 但是呢 有时候呢 因为连那家呢 它也认不清楚呢 所以会有打架 会叽叽叫 所以你到呢 这个菲利普岛的话呢 晚上有一个很刺激 应该跟讲刺激 应该叫很好玩 刚刚上讲 是很可爱 很好玩的 这个所谓的神仙的小器人 它的龟草 这个活动 但是呢 回到这个所谓的摩尔本呢 这个时间呢 就会比较晚了 不过呢 至少啊 在这个整个这个行程里面呢 应该呢 不会觉得呢 太累 因为呢 在这个神仙器人呢 他们在看器人的时候呢 其实呢 天气蛮凉的 有时候是不是要披个 那个什么 这个毯子啊 背担啊 郁寒 因为它是靠海嘛 靠海就会比较多一点海风 那到摩尔本呢 还有去做什么 小火车啊 这个好像不大一样吧 这个是摩尔本的那个 小火车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 古典的小火车呢 是因为以前摩尔本 他们有非常丰富的森林资源 那这个小火车是运送木材的 那现在呢 比较没有那个砍爬树木 那这样子的一个 蒸汽小火车就留下来做观光用途 那 这个蒸汽火车在哪里搭呢 他就在摩尔本的一个 丹队农山脉 因为这个地方 夏天摩尔本很热嘛 冬奥会有一个叫做 热浪的时候 那很热的时候 他们当店也就会跑到 这个山脉区域的避暑 那坐这个小火车 他很舒服是 因为你可以脚跨在 那个 旁边 就像照片这样子 这个完全不会危险 因为火车不会很快 你那个要把照片稍微再放大一下 为什么呢 这个要解释一下 再放大 你看呢 我们在坐车的时候呢 这个 我们家里的人 司机 或是其他人 会跟你讲说 头跟手怎么样 不要伸出窗外 你要坐这个火车的话 请把手跟脚伸出窗外 所以你会整条路上 叽叽叫的声音 一大堆 为什么他们非常的兴奋 所以你看 坐这种小火车 也是非常一个叫做刺激的活动 而且很好玩 所以你看 在冬奥呢 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呢 并不是呢 只有所谓的单一点的活动 你看呢 我们有庆典 可以看灯光秀 到莫根 还可以美食啊 还可以看小气啊 所以冬奥呢 其实呢 也是蛮值得各位 在这么短短的几天 你说七天还是九天 冬奥我们是九天 在那个 每个城市住两个晚上 那住两个晚上很棒的是 我们还有去 住黄庆海岸的五星级饭店 五星级饭店 因为黄庆海岸这个地方 就比较热啦 对它比较热 那它算是一个度假的圣地 因为比较多一些 人他们为了避寒 才会来到澳洲 那澳洲呢 他们一定会去这个地方 黄庆海岸的这个地方 黄庆海岸呢 我们 刚刚有说到莫根有美食 其实黄庆海岸这个地方也有 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五星级饭店的自助餐 这一个自助餐呢 别介绍 因为它是那个 澳洲厨师茂名厨 它所超到的一个自助餐 它叫做法杀 那 什么是厨师茂 厨师茂它其实有点像是欧洲的米其林餐 哦 这个又不一样啦 我们常常提到高茂啦 红茂啦 红龙虾啦 那这个是澳洲的一个推荐餐 对 像 它整个用餐环境是非常的棒的 那这个五星级的饭店呢 它算是蛮新的 整个用餐环境你会觉得跟以往我们 在吃那个buffet不太一样 吃的那个buffet有点感觉不太一样 那去澳洲你一定要吃的就是海鲜 它的海鲜非常新鲜 为什么那么新鲜 因为 南半球的海洋是没有污染的 所以你一定要去吃它当地的海鲜 所以你看呢 这一趟行程 嗯 够 吃的够 玩的够 然后呢 灯光秀也看的够 那七天应该 不会很赶吧 不会不会 完全不会很赶 因为呢 在澳洲呢 其实呢 刚刚提到呢 因为它靠海 那如果呢 各位有更长的时间呢 那当然可以更往更北的地方 那如果时间够 那可以往东 往西 那因为呢 澳洲太大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简单的只把东澳这边呢 稍微绕一下 其实呢 澳洲大道呢 各位呢 不能想象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大家以为澳洲只有雪梨 摩尔本 不是 澳洲的中部呢 是一片很空旷的 很大的一片 红色的土地 还有包括西澳 还有包括北澳 那如果呢 有一点时间的话 我们下次呢 还是希望呢 珊珊能够给我们有更多的 澳洲的一个介绍 那今天呢 我们就谢谢珊珊了 好